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玩摄影还蛮烧钱的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吐槽摄影师用光的衣服 但其实我平常经常在教程里会用到一些 百元级别的非常好用的摄影小道具 它可以很轻松的让我们的照片提升个level 然后增加我们照片的氛围感 所以我今天决定和大家做一个汇总 毫无保留的和大家分享那些在我心目中的评价摄影神器 大概三四年前我出了一期教程教大家丝袜滤镜 对我的丝袜大法还有印象同学可以在宫庭上举个手 那丝袜虽然便宜 但是后来考虑到对于很多男生来讲 可能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所以后来我就改成了用这个柔光镜来达到这个 我平常用的最多的是四分之一的柔光镜 然后主打的是一个自然柔化的效果 那二分之一黑柔和白柔就会显得更明显很多 就是那种一眼就看出来你用的柔光镜 然后高光溢出非常明显的效果 举个例子这张照片用了白柔 大家可以看窗户这里的高光是不是非常明显 那这张是四分之一的黑柔 相比起来柔光感就要低调一些 对于那些喜欢微微的胶片感的朋友来说 它可以很好的中和数码相机普遍都很锐的那种感觉 那同一个场景下再给大家拍一个对比 这个是四分之一黑柔 这个是二分之一黑柔 这个是白柔 那你最喜欢一二还是三呢 当然不同品牌的柔光镜效果其实也会略有不同 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强烈推荐大家去买这样的一个转接环 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柔光镜转换成不同的镜头口镜 那这样的话不管是二分之一四分之一黑柔还是白柔 我都只买一个82口镜的 再用这样的一个转接环 它就可以适用于我所有的镜头 是不是非常实用啊 那这个红头灯呢 我在前不久的一个教程里也刚和大家分享过 当时演示的是如果在一个下雨天 我们在室内去拍出阳光感 看过那期教程的同学可以在弹幕上扣个1 那其实红头灯的使用方法真的非常的简单 就是把它放在人们的侧后方 我们更多的去拍这个头发光侧逆光 去打出这种逆光的温暖的感觉就可以了 那当然有个注意事项就是 一个是我推荐大家用大光圈的镜头 第二个就是尽量的去用中长焦段 因为广角镜头我们会更多的带到环境 这样的话你就会看到整个拍摄空间 其实并不是那种被真的阳光照亮的那种感觉 所以拍出来会有点不太自然 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一直是把灯光放在人物侧后方 所以你去用广角镜头拍的话 灯光也很容易穿帮 所以会不太方便 那当然红头灯虽然非常便宜 但是它会非常容易过热 然后在电压不稳的情况下 灯泡有可能会突然裂开 所以这一点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并且在买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提前去多买一两个灯泡 以防万一 那如果平常是在户外拍摄夜景 没有地方插电 我还会带这两个神器在包里 那就是这个万能的手电筒 那手电筒我买了两个 它们都挺便宜的 几十块钱一百多块钱吧 然后我买了一个是黄光 一个是白光 平常也不占地方也不太重 那这样的一个手电筒 其实它的功率在我们大白天去使用 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大家在大白天就不要去用这个手电筒 但是呢它在这个日落之后 黄昏以后 包括在这个室内的环境 其实它还都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 我们可以用它去提亮人脸 然后呢去拍出这个很好看的这个氛围感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我平常在拍女生的时候 其实还蛮喜欢去拍那种风吹过发烧的感觉 我们可以用这个反光板去扇风 那当然这种方法其实是不费钱 就是比较费工具人 所以最近我们改进了我们的方法 去买了一个这个不用插电的 室外拍摄也方便携带的这个吹风机 想象一下威风吹着模特发伤和脸颊 这样的瞬间是不是非常有春日的浪漫气息啊 那透明雨伞呢 其实也是我心里一个非常好用的摄影神器 在路边的便利店十几块钱就可以买到 然后它可以几大地提升人物的造型感和氛围感 包括模特手里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拿 它在板机上也会自然很多 那同理其实这几年也很流行的 像那种各种各样的小镜子啊 然后还有像万能的花束 也都是一些非常好用的评价摄影道具 那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在拍摄的时候 用各种各样前景的人 那我家里也是收藏了各种各样的玻璃前景啊 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拍摄的时候就非常好用 然后还有像是这样的一些 专门的摄影用的道具 你在这个专业的广告剧组里面 也会经常看到 那像这种十几块钱买的三棱镜 还有像是这个我们可以专门的扣在镜头上 然后你在拍视频的时候也不会影响运镜的这样的一个摄影前景 那当然还有一些野路子的道具 比如说像这种随处可见的 这种不要钱的这个塑料纸 还有像是这种玻璃杯 就有的时候我去片场忘记在前景了 我在现场随便找一个玻璃杯 其实都可以用到 好了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评价摄影小道具 那这些万能的神器 如果下次大家在拍照的时候用上了 你们在发图的时候呢 也要记得at我 喊我过去看一眼哦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更新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记得一键三连关注哦